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网红仿居静一同款发季线 晒视频被质疑是男孩,本尊怒对我是男人 说到居静一大家都不陌生 从出道就顶着4000年美女的称号 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跟质疑 作为娱乐圈女星 我们不可否认居静一从视觉效果来看很美 五官精致长相甜美可爱 是很多宅男喜欢的类型 很快就成为宅男女神 另外平常的居静一又非常爱自拍 频繁通过社交账号晒日常照 像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每天都在感受多姿多彩的自己 如同自己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艺术品一般 可能连自己都被迷倒 不过慢慢大家发现 居静一的妆容 不管是生活中的自己 还是古装剧中的自己 都如同复制粘贴一样 被大家称为是半永久妆容 万年都不带有变化的 为此也给自己招来很多非议 但居静一像是不在乎一边 这样的质疑让她热度跟曝光度都很高 本尊像是沉浸其中享受一般 可能正是因为她独领风骚的风格 成为自带热搜体质 一直活跃在娱乐圈 也让其他想要进入娱乐圈的人看到了捷径 比如说选秀节目出道的爱豆刘宇 明明是一个大小伙子 却总是浓妆艳抹 比很多女生都精致很多 配上她爱下瘦弱的身材 加上秀奇颜值 引发大众的关注跟讨论 她的手法包括妆容都跟居静一很像 因此称为是男版居静一 每次看到刘宇 连我这个女生都被她所折服 而自从居静一凭借妆容美貌出圈后 就初选了很多模仿者 纷纷来学习她 也不仅仅是刘宇 可能是看到两人接连的成功出圈 都看到了妆容带来的洁净跟热度 近日有网红也学起仿妆居静一 虽然没有什么创新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只要有了居是妆容加持 确实个个都能成女神 这可不是骗人的 从视频情况来看 作为红红妮妮 很是吸引观众们的眼球 尤其是那迷离的小眼神 换谁都会多看两眼 而她仿妆居静一 不管是妆容还是发型 包括穿搭风格 跟居静一都如出一辙 为了仿妆成功居静一 更夸张的是连居静一的举手投足间的神态 妮妮模仿的都很像 不得不令人感叹 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居静一本人 尤其是那发际线 两人完全就是同款 也正是因为这个细节 还引起网友们的广泛议论 有很多网友也纷纷表示 太像居静一了 我还以为就是本人的 这样的仿妆 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不行再网上开个课程 教下妆容教程吧 也有的细心网友针对发际线发表自己的感受 有人还询问发际线到底是种植的还是图的 本尊回应试文的 对此有网友质疑他是男孩子 却遭到本尊在评论区怒对 称你侮辱人是不是 什么男孩子 我就是男人 一句话霸气回应 让人佩服妮妮的霸气 我们都知道作为网红 就像明星一样 被无数人放大所有的一切 想要在这个圈子混 必须有强大的抗压能力 能够面对外界的各种质疑 而从妮妮的表现来看是非常出色的 不仅没有因此而伤心难过 还用自黑的方式来回击网友 这样的方式简直绝了 不过作为网红而已 现在不管是娱乐圈还是直播圈 打击力度都非常严格 可以学习居静一妆容 以此来让大家认识 但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真材实料 这样才能凭借自己的才能圈粉 以后的路越走越宽 不然不是被封杀就是被遗忘 看完猜猜最后一张照片 到底是原版居静一还是仿版网红呢